來看你目標是公布 國土生態立方土租北台 希望可以接受國土 整個環境保養的參考 想不到解就好 這就是其他台灣的亞生動物 也是要看三顆流這些地境的羽毛 這位主信在國土生態立方土租北台 都能找到 它是以圖稱的方式來呈現 總共只認了45條區域保育軸帶 當我們把這些地方 能夠做得好的話 其實我們就把我們的 中央山脈的森林區域 可以跟我們海岸的區域 能夠在棲地的空間上面 有效的其實去做一些連結 台灣的生活都很豐富 以農田生態的為主的牽涉平原地帶 因為我人口比較多的地区 面臨人口增加都在利用 工程開發展部一樣的條件 不過這幾年來 相關的調查資料 都分散在的政府和學術單位 制度主備來的政策開放 提供生態保養 國後整個月中做了參考 它有植壺 它有草蕭 有60%以上的珍稀的野生動植物 其實就是棲息在這些區域 我們把它調查出來之後呢 那放到網站上面去 各個開發案就很容易處理了 當你要迴避就直接迴避掉了 彼此互相的合作 不破壞生態系底下來達到我們 所謂的人類的一些經濟的活動或需求 農委會主席等級中表示 農委會未來生意做都要沒有後 任務局條件做 任要加資源保護數 導致要大家推動 可以就是生產地加資源保養空間的幾個月 對未來推動相關的保養